不同角色的乐剧戏服 各式精致头饰 老式装身香 十八般武打兵器 行走其中仿佛置身艺术长廊 4月23日 弘扬戏曲全程创新展览 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 活动展出香港艺人汪明泉的 乐剧戏服戏箱等多件珍贵展品 作为理大助校艺术家 汪明泉当天也亮相现场 带领大家一同参观展览 其实这个展览 我由80年代开始 包括我自己演出 幕后就包括 怎样推广成传发展 是一个很好的回顾 因为我自己除了在电视演出 我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粤剧 就是创新和传承 当然怎样去带领 这个古老的行业 怎样去带领他们新的工作方式 这些都是我的重要工作 透过这个展览 你大概都应该了解到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汪明泉机缘巧合接触到乐剧 自此倾心这一门艺术 此后他在香港建立乐剧团 成为香港巴合会馆的首位女主席 并连任多敬 在汪明泉看来 作为重要的飞移项目 乐剧在香港的传承与发展 又有着特殊意义 香港粤剧当然就一直生存了很久 而它和内地的粤剧有点不同 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是香港是保存了下来的 全国来说有200多种剧种的地方戏曲 粤剧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也都是粤剧是香港第一项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过去数十载 汪明泉不但积极投身乐剧的演绎和推广 也一直关注乐剧演员 及相关从业者的生存与发展 他利用自身社会效应 积极培育乐剧新人 致力于提升乐剧创作和演出水平 汪明泉坦言 乐剧的传承与发展 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我觉得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全方位 希望更多年轻人 我们百合汇馆来说 我们也在做很多事 譬如我们有油麻的新秀培训计划 我们每一年有100场演出 今年已经第九年了 透过这个计划 也培育了很多人 再之后我们自己百合汇馆 也有粤剧学院 我们也希望能走出香港 或者我们应该目标向着大湾区 因为那里是7000万人 全部都说广东话 是扩大了我们的观众群 人边 人边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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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